语法讲解 坐飞机呢就是you take the airplane 然后呢来看一下又快 快呢它是不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fast或者是quick的意思 然后来看一下舒服 舒服呢我们有学过了就是comfortable 所以呢它是不是第二个形容词 所以呢如果两个形容词呢都是正向的 positive 那你就可以用you这个字 那记得哦两个都是正向的 或者是两个都是negative 记得两个词心要一样才可以用you点点 you点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第二个句型呢就是 you那这边的you呢是again的意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例句 昨天早上下雪今天早上又下雪了 那这个句型呢就是说前面呢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后面这个时间点它又再发生一次 it happened again it happened again 所以呢它的前面的主词跟动词都是一样的 怎么样一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 早昨天早上下雪 那这个主词呢就是早上下雪 早上下雪 然后呢第二句的主词呢也是早上下雪 只是发生的时间点不一样 一个是昨天在这里 一个是今天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会说这两件事情都重复发生了 it happened again 所以我们会在第二句的动词前面加一个you 这个下雪是动词在前面加一个you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句子的英文 yesterday is not is not again today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句 他昨天穿橘色的衣服 今天又穿橘色的衣服 那前面这一句的主词呢是不是就是他 然后后面这句主词也是他 可是我们把它省略了 然后前面这句的动词是不是穿 后面这句的动词也是穿 所以呢他前面的主词跟动词 主词动词是不是都一样 所以我们会在后面这句的动词前面加一个you 所以这个穿呢是动词前面加一个you 所以就变成他昨天穿橘色的衣服 今天又穿橘色的衣服 那英文的意思呢就是 Yesterday she wore an orange t-shirt and she wore again today 好这样大家有了解了吗 那我们来句型练习一下 如果说昨天早上下雨 发生在这个时候 今天早上下雨 那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要怎么把you放进去 好一样呢 早上是主词 下雨是动词 那第二句的早上呢 也是主词跟第一句一样 下雨是动词 好所以呢 我们要放在动词的前面 有一个you对不对 好所以整个句型呢 就是昨天早上下雨 今天早上又下雨了 那接下来呢 就要进行第三个句型的讲解 那么就是you和在的比较 那课本上呢 有一个很长的说明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小老师简单的说 you呢 这个词呢 就是要 要放在过去 in the past 那在呢 就是要发生在未来 如果说呢 这个是time timeline的话 这里是now 所以呢 后面这边就是future 那future呢 就是用在 那now的前面就是pass 这边就是要用you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首先呢 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我上个周末去跳舞了 昨天我又去跳舞了 那看一下第一个时间点呢 是上个周末 好上个周末呢 我们把它标在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时间点呢 是昨天 昨天我们把它标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时间呢 都是发生在过去 in the past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you这个字 所以整句话呢 就会变成 我上个周末去跳舞了 昨天我又去跳舞了 那英文呢 就是I went dancing last weekend Yesterday I went dancing again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我昨天去跳舞了 我想明天晚上再去跳舞 那第一个时间点呢 是昨天 好昨天我们来标在这个地方 写个1 然后第二个时间点是明天晚上 所以我们把它标在这个地方 写个2 好所以呢 看到了明天晚上发生在未来 in the future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用在这个字 所以整句话就会变成 我昨天去跳舞了 我想明天晚上再去跳舞 那英文呢 就是I went dancing yesterday I am thinking of going dancing again Tomorrow night 好那今天的文法就到这边 谢谢拜拜